虽然比赛中有许多不完美的地方,但经历了大换血的恒大,取得赛季开门红,这是好事。 而且新人类人力很快,和老将们逐渐的相互信任,比如维世豪的进球,来自李学鹏的传球,而冯湘婷的进球,则是张欣为的传球。 杜林、李学鹏和尤世豪云全后的恒大众,将心情继承好,昨天的恢复性命中,对面气氛无比的荒落,在动感灯车体能训练环节,所有对人高声歌唱周杰伦的歌曲简单爱,场面简直害怕了。 杜林一边用力灯车,一边高级的双手摇头昏摇,唱的声音也最大,先是双手实直向天,顺有见识的放声歌唱。 杜林一边用力灯车,然后又和对家一起鼓掌,积极地调动着现场戏风,紧握着够名的是小将张欣文。 杜林一边用力灯车,看到对面这么好,张欣文也放弃了矜持,身体有节奏的混动着,双手在头顶鼓掌。 学人们边面边唱把令漫和塔利斯卡作为当心内容,自然听不懂这首歌曲,不过节奏跟上任何就行,尤其是大力鸟。 但顺着用力鼓掌,时不时的还要大吼一声,使现场气氛更加软道。 相比之下,李鲜鹏就太不合群了,身边的所有人都在大声歌唱,只有他逼着头在用力灯车。 既不好意思,做出双手鼓掌的动作,也不好意思跟着一起唱。 产生平均十足的恒大用后味,生活中竟然如此的金石放不开,倒是令人有些意外。 杜林的微博业面训练结束后,杜林还将大家边训练边唱歌的视频,放在了个人社交账号上。 并调侃称,这是GVFC南团第一次汇报演出。 对人有军队军,两天后横带的妖怪小组赛就将打响。 守阵游主场对阵,来自日本的广岛三舰队。 在这个时候,杜林气氛又活跃又和谐,毫无疑问是好事情。 交友助理球员梦增进友谊。 在场上也会有更多的默契。 杜林和横桑平庆祝进球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